首委委員會長 委員會長 委員會長 開始 臺北市政府 第一次建築紀念建築 居多建築群組 新建築換成 新建築會議開始 新建築會議紀錄 宣布會議紀錄 一 宣布台北市政策 古建築建築紀念建築居多建築群 會議執事紀錄 結論 除審議案七 結論二 陳雀雙雀場 保存方式原則同意於基地內往西南移動 修正為原則同意於基地內移動 與同意北場 案一 歷史建築北投城市祠堂堂 都更案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歷史建築北投城市祠堂旁 都更案 北投區大業段二小段 二十七地號等無理土地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 關聯通告之餘 同意北查 二 請開發單位 一後續審查通過之歷史建築 兼設及保護計畫執行 案二 歷史建築北投賴市主錯旁 北投市林科技園區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歷史建築北投賴市主錯旁 公園綠地新建工程 包含地下停車場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 關聯通告之餘 同意北查 案三 直轄市定古基層 德新唐中間附屬設施環境整備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直轄市定古基層德新唐中間附屬設施環境整備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 有破壞古基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關聯通告之餘 同意北查 案四 松山文創園區古基 以及建物受損修復工程計畫建物部分 聚工報告案 結論 一 原則同意本次松山文創園區 以及建物受損修復工程計畫 建物固定聚工報告 二 本案修復工程聚工後至保護期間 拿遠球巨單失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其廠商監製契契契契約未改名 則有遠球巨單失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護兩名 保護期自107年8月9日 完工會開日起算 三 遠球巨單失業股份有限公司 後世仍以持續就松山文創園區古基 歷史政府進行監測 監測其成因至台北文化體育園園區 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 大巨單使用執照取得後一年 四 有關直轄設定古基松山煙廠制煙工廠 屋頂爆裂 裂縫及漏水 鍋爐藏唐燕蔥生態池等待修善或待改善事項 應涉及責任歸屬 會確認是否為遠球大巨蛋施工造成 其補級管理單位文化局 舊單事項技術辦理修復計畫 以釐清相關隱隱及評估後續修復事項 五 舊松山文創園區生態池水量不足 阿洛克花台台水等事項 請遠球巨蛋失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助人區管理單位 足足改善 案五 107 年度共有文化資產管 補助外補助經費辦理進行 結論 同意備查 審議案 案一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入民 唐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一 本案出席委員計時七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會經出席委員同票表決結果如下 一 三票同意指定為補機 十四票不同意指定為補機 一 同意票數為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二 十三票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四 不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同意票數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二 一 委員投票結果決議 同意登陸大案區佛立台灣大學入民堂為歷史建築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三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備職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二 直下設定補機原山別裝 破大保存範圍審議案 結論 本案機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變更直下設定補機原山別裝定著土地範圍 並修正補機位置或訂職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補機指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辦理後續 案三 北投區中美間129項2號10號 51項16號 81項10號 中美當勞工 中美聚落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一 北投區中美間129項2號81項10號 中美當勞工 中美聚落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局 二 北投區中美間129項10號 51項16號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 有關歷史建築部分 經出席委員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一 檔案出席委員計16人 出席人數單 委員總人數2分之1以上 二 中美間129項10號 9票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7票不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同意票是為達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 中美3 中美街51項16號 10票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6票不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同意票數為達出席委員人數3分之2以上 四 英委員投票結果決議 同意中美間129項10號 51項16號 不具文化資產價值不登陸歷史建築 以上會議記錄成為有同意被查 以上會議記錄成為有同意被查 所以三次會議記錄有沒有要增三修訂 如果沒有那就同意被查 報告案一 107年度 公有文化資產補助 107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補助 按補助經費辦理情形報告 報警公見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 辦理情形 1. 本市107年度 編列公有文化資產補助經費 今本市議會合定資本門 新台幣360萬名證 經常頒90萬名證 2. 等案為第二階段申請 提出申請者刪案 3. 等案專案小組 經和派由民副國委員 簽訂前委員 留書英委員組成 107年12月19日召開審查會議 建議核定分析結果 說明無效 1. 辦理情形 1. 歷史建築 以這緣故 均勻緊急 銅架 綁護工程 與修復工程 之委託規劃設計 尖照工作報告書委託 記住資本門 因此同意補助 經費單算數為 新台幣704萬 2200元 1. 前述經費單算數 補助額度30% 以新台幣211萬2663元 為上限 並於前述額度內 核實補助 2. 直下施定股基 最高等農民 學校作業室 收復規劃設計 及應計畫案 資本門 因此同意補助 經費單算數為 新台幣137萬275元 考量校方 裁員籌籌有限 1. 前述經費單算數 補助額度提高100% 以新台幣137萬元 137萬270元為上限 並於前述額度內 何時補助 3. 直下施定股基 國立台北物理健康大學區城區 城區部文教大陸 收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金橋門 原則同意補助 經費單算數為 新台幣98萬元 依前述經費單算數 補助額度為30% 以新台幣294000元為上限 並於前述額度內 何時補助 4. 前述補助案件 申請單位 依本次會議紀錄結論 於107年12月31日前 依委員意見及相關規定辦理 並完成行政契約之前的簽訂 5. 本次核定結果 將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確認備查後 並正式含附申請單位 5. 您請同意備查 前述核定補助結果 分配結果將或呼籲等區網站 以上報告 nick就順便 再來 請觸 gleichzeitig 請討論 請 mutta 清楚 则 就有報告 由鹽檳南陸日至17下水道 供應保存季工程挖掘 發現地下城堂室出離原則爆發的造型工艦 依據為本局107.9月26日辦理 本古工務局興建工程處辦理 台北市鹽檳南陸街區整體行速計畫 北南區開通街開挖季油溝頂 一次發現日至17下水道現場會康記錄 結論辦理 辦理情期1. 本案系本府公務局行公處於107年9月6日 辦理前開工程開發既有工體時發現日日時期下水道 本局遂於107年9月16日邀請無資委員領現場優秀委員辦理限案 健康會議結錄期規劃設計單位則適當地點研議等 4. 規劃設計方案送本局報告後載於回天 同培紀錄想公建1. 上開會康後 新公處於107年10月8日表示 因既有溝體的流水流才回天方式恐難執行 且溝體約有100公式廠位公共安全考量 建議部分恢復原狀僅留展示位置不予施工 後新公處於107年10月11日辦理現場會康後 直轄市令鼓進鼓台間兩樓對面人行道區域 作為展示規劃範圍區域開發區域完整保留溝體後復舊 會康紀錄想附件2 本局於107年10月29日含附清公處 本局原則同一上開工程出規劃展示範圍外先行復工 既有溝體不舊 施工時仍請留意物損化日至17下水道溝體 並展示設計計畫仍請一本局 107年9月16日會參紀錄提送辦理後續想附件3 本局都發局107年10月29日及11月27日 提送台北市連平南路整體行動計畫日至17下水道溝體 展示保存計畫出入過去 本局據此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有關城牆池保存展示位置 將設置於普台間洋樓對策能行道兩處 設計位置及現況照片 以及規劃設計圖說強固件4 經查有關於非原子的塵塵石製保存 我們都在利用處理原則 以於103年7月15日提送本審文資會第59次會議審議 同意一群個案情況 採取限定保存完整拆卸收純綻放 公日或其他使用 或拆卸或納入限定興建工程整體規劃等 並建議建立發現塵塵石製標本作業流程 施工過程中發現非原子之塵塵石 應急通報本局 由本局邀請委員辦理現場會看並建議處理方式 並由開發單位提送計畫於本局 再續送本審議會報告 那這是整個施工這個施工計畫的基地位指圖 相關的施桌環位是黃線標出的區域 那這個是現在的現況設計位置的現況照片 然後這是後續的施作方式圖索 你辦一請本府都發局所提台北市 1. 延平南路整體行速計畫 日治時期下水道溝體展示保存計畫書 有關延平南路日治時期下水道溝體展示及保存案 您請同意備查 2. 有關工程中發現塵槍時處理原則 您請同意備查 3. 本案1. 結論版以後 我們要修正 報告案3 直轄設定法期台北所稻水原地 新建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0.3.4條合理報告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1.3條辦理 本案的新建工程是 中正區公館配水池改建及多目標 公共多目標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是由台北自然水事業處委託辦理 基地是位於中正符合小段685地號 因為儀街市定普及台北水道水原地 所以涉及文化資產3.4條 所以本局在今年1月26日 才請開發單位解送新建計畫 跟新建基地內普及視角的健庫模擬 送本局審查 設定單位在107年5月25日解送報告書 本局在107年6月20日 邀請文字委員 李前郎委員 薛秦委員 劉淑英委員組 組成專業小組先行召開審查會議 經委員評估以後 該新建工程案的開發行為 並未破壞股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灌籃 才告知 本案的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新建工程案的報告書 請委員參閱桌上的福建 審查會議員請委員 翔參福建市 這是本案的CBA 是民間公館水博園區 這個是涼水市 主要是民間水道水源 涼水市的古今 這是新建大樓古今的模擬圖 這是新建大樓與廣場的平面圖 則是由涼水市各項的角度看過去 並沒有阻塞其灌籃通道 米旦直下施病古今 台北水道水源地旁 新建工程大樓案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次條所列 有戶外補給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灌籃通道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開放單位 一後續執行 一後續審查通過之補給監測及保護計畫執行 三 本案一 結尾辦理後續 各位老師 我們要針對劉娃娃娃 請來介紹主席 主席各位 因為我因為上次會議的時候 這個案子的時候還沒有很大 所以我看了以後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台北市的室內有 考古遺址的地方都多了 因為主要被建築了 那 他們我放回了一個地 往前回 在地 這基地位是主著南邊的這一座山 這座山是一個考慮椅子 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椅子 在日治時代就已經做過研究 那我們也知道 它的對面就是台大的現在的水源校區 它的對面就是台大的水源校區 就台灣大學的這個水源校區 由於早年是國防醫學院的時候 那這幾年台大因為要在這裡擴建 要蓋房子的時候 在人類學系的戲碗旁邊的土地上 發現了是昌昌文化時期的遺址 所以台大做了發掘 因為他自己有人類學系 所以他做了發掘 也做了研究 也出了報告 所以看來這整塊基地 這整塊基地大概是有關的一個區 因為年代是接近 兩者的年代接近 那南邊的這個地方 孤芝時代的歐根之音教授 就是台大歷史系的老師 曾經做過調查跟研究 那我在通元1999年 本市民政局還在主管文化市場的時代 我做過調查跟研究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資料跟記錄的 那我建議以後 類似這樣的案子 除了注意地上的文化資產 也注意地下的文化資產 所以這個部分呢 有點可惜 就是沒有注意到地下的文化資產 因為就這次時代的紀錄來講 還不只這樣 台大的校本部還有五平市場 都是淘股移的 都當時有紀錄的 可是現在已經不知道 台大的校種區到底在哪裡 我只知道在校種區的 那個辦公大樓前面的草地的樹下 可以撿到標本 然後古平市場 我是完全投降的 因為完全是建築物 所以像類似這樣的紀錄呢 我在公元兩千年初的民政局出版的那個報告裡面 事實上是有登錄台北市有42處淘股移植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真正知道的淘股移植只有四個 就是國定的原山 然後市定的枝山岩 然後現在正在處理 市定的過程中的植物園 以及位在紀錄和河床裡面的這個設置移植 大概我們只剩下知道這四個 可是其實像關渡沙東市 然後我現在講的這個地點 其實都還是非常重要 而且影響了台北非常重要的一個淘股移植的事情 我建議說以後我們這個文化局的同仁 碰到類似這樣的案子 去查核一次 台北市境內已知的淘股移植所在的位置 假如跟他重點的話 也要做地下移植的監看 我在台北市的房屏會 所以我台北市的房屏委員任期到今天為止 那以後會是誰續任我不知道 你們雖然文化局推薦我續任 但是我不能續任 我已經做了任 所以我原來在那邊有要求 但是我也希望文化局這邊主政也能夠要求 以上 我現在開始是統一北塔 大家要留在台北市的房屏 等一下 我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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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 它是最要的 是否我們在這個同堂 有一個輔助 是說如果在一個 然後如果發現 我們在這個市民間 也有一個輔助 因為這個同樣的案例 我們在這個市民間 這個也有做 因為剩一大事 我們就是有辦法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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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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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崔老師 我們是比較在談 報告案的第二案 連平難度 因為我們不發覺有同人在這裡 這件事情 因為是就在北台金揚樓的對面 是我去主發的 事實上也脫了一陣子 可是現在的北台金揚樓 也在挖 挖得很厲害 也是我去主發的 可見的就是 我們是市民統計 文化局並沒有被告知 而新工作有任何的工程要進行 現在當然也開過很多協調會 不停的開 我們可能天天都在看管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機會 所以在挖掌區這邊 應該有畫一個範圍 這個地區讓沒有任何這種工程 不是說的 尤其是不類的 一定要看到文化局 尤其是古蹟所在地這方面 多少公司之類的 更重要 我不想挖掌區 但是我覺得是比較兇 老師 作員指教這個部分 你覺得到剛才金揚安包 還有一部分 基本上 剛才價格的基礎實施 都基本上已經 用來勞覽 獎金 保存下來 其餘的部分 因為還有工程 的部分 所以清楚是 但那個部分也一定提送 展示的 相關的書 或許這邊來設置 第二部分 他周委員指教這個部分 因為目前營民南路 他基本上 目前的分補企劃 是從北京做到金山這一段 第二階段這個部分 他剛才的指教 會不會把他拿到後續工程 進行代辦公主行動書 這邊也會做這樣的要求 而後的會談 會不會是會 重發營實況 請問邱老師 接近第二案的意見 我們就把他再進去做一個建議 不管我們後期的工程 應該也有跟邱老師的做好 像演技之前的溝通 那這件案就是 逃命非常 不過像劉老師跟製導師的意見 也是我們拿到後續的 參考版本 這部分是不是 就是那個 黃老師 不是 有的說 對 老師報告 第四案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劉老師很清楚 他現在文字法三四條的部分 是一定要保護 就是他是實現 那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接受理 他進來的是依據三四條辦 那劉老師那個委員提出來的部分 他那樣會依據那個 我們後面的57條的部分 很辦 那劉老師也很清楚 所以我們會 在劉老師的意見 直接就通知那個 工程單位 然後依據 57條的部分 那他在 10公前 就是要 可能要做10公斤 好 那另外一個 也補充一下那個第二案 就是 其實現在台北市的工程 很多 那平均零列 7.8公斤 就已經處理過意見 所以一定要再次呼籲 通道路發局 或是 工程單位 公務局 有經過的 不管的話下水道或不大關心 有經過那個湖西旁邊的 多少號 再次呼籲一下 那是不是我們接下來就完了 第五案 請 報告案是 列車追蹤建物 重慶北路 二段 七五七七八一九七向八號 太遠路 一三三向十 十二十四號 環林街 二二二六號 少安街 二四二號 長安街 二段 一八零 一八二號及環格南路 一段 一五五向 一三號 解除列管 報告案 門外市針對本局 一百零七年間 舊本市列車追蹤建物 一門資法第十四條 案以列車追蹤 現看或審查會議 必將結果及後續辦理情形 公開報告 案以建物為 重慶北路二段 七十五七七八十一 折七向八號 本案是 案八東城顧問股團 有限公司 元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 來韓詢問 本市大同區 人緩斷三小段 六百四十三地號 人三十八筆子 必犯而言 是否設有文化資產 長大圍內 重慶北路二段 七十五號 七七號 八十一號 由七向八號為 預測建物 申請單位於 一百零七年二十六月 請送建物資料 本局一百零七年三月 二期邀請文資委員 詹謙詢問 輸贏法會委員 召開列車建物現場會安 現單結論為 本案列車建物 經本職邀請文資委員 現場出席委員 一次同意 本案建物不去文化 出產價值潛力 解除列車追蹤 那這是本案的 地域地域圖 然後上面這個是 本案的外觀照片 然後下面有 他的圖圖情況照片 案二建物為 太原路一三三向十二十四號 本案是 凡夫